小生 小生 熊熊好,我叫男妞 叔叔 我认识你的军衔 夏氏 在我爸爸的部队里 夏氏可真是少见 夏卫叔叔 我跟你们说了那么多 你们怎么不理我呀 好可爱的小女孩 好可爱的 你知道了 李丁 我去看一下 小姑娘 小小阿姨 你认识我吗 还懂得军衔啊 很聪明吧 那当然了 咱队长不会母性犯案吧 谁知道呢 她要不是跟翠夫三女长离婚 也该有这么大的孩子了 你们怎么这么三八呀 一会儿队长知道了 又要收拾人了 那还想问问你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这两个夏氏叔叔好奇怪 我刚才一直在跟他们说话 他们就是不理我 那你想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夏氏叔叔啊 他们是在站岗 站岗的时候是有纪律的 是不可以乱说乱动的 否则他们就是违反了纪律 小兵匹匹的 我知道啊 我就是从小在部队长大的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压根不理我 小兵的作风就是一个部队的作风 你是个老兵啊 你是哪家的啊 怎么这些我从来没见过你啊 我是新调来的 新调来的哪个部门的 保密 保密啊 年纪不大 保密意识还很强嘛 那你是哪个部门的 哪一名保密 陆航托机里的女少校 不是卫生队 就是通信银 挺懂航的嘛 那是 只有我妈妈才是作战部队的女作战军官 你妈妈是新调来的 她是哪个部门的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又保密啊 是 这个绝对要保密 麻烦去执行任何任何远的地方 阿姨知道了 阿姨不会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好 两位叔叔 我刚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 你们不要生气 敬礼 敬礼 你进的很标准嘛 小朋友 那是 我爸爸教我的 那你爸爸是新调来飞虎旅的 对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蓝妞 你爸爸姓蓝 不是啊 我爸爸姓高 我就高蓝妞 爸爸 爸爸 我的宝贝 等着几个月吧 还好吧 爸爸 我再和一位阿姨聊天 你带你 那是 好 《我宝贝》 我 不 你 那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